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最丑的一个 就我完全不懂这次的设计 然后它就是像那种小朋友画的卡通画一样 你可以看到吗 主要是因为这个杯子就完全不红啊 一点圣诞节的感觉都没有 然后跟这个logo也是完全不搭吧 就感觉强行披上去的好吗 好 这个杯子就是非常的丑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每年圣诞最期待的饮品 就是那个太飞争果拿铁嘛 但今年呢它改版了 但虽然可能有些人会喜欢它的改版 但是对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就是完全不知所谓好吗 就是改版那个人可以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吗 为什么你要在太飞争果拿铁里 加上真的争果碎呢 就是你们知道吗 大冬天然后我很冷 我要喝一个很温暖的甜甜的热饮的时候 我喝下去啊 我还不能立刻咽下去 因为我要嚼 我真的不是很懂这个改进 就是可能真的会有人喜欢 因为你有蒸果碎就会比较香嘛 但是我真的觉得也太麻烦了吧 为什么 而且你很难跟J的店员解释清楚说 我只要奶油 我不要那个蒸果碎 我试了三次还是四次 只有一个人成功的get到了我在说什么 因为他们就觉得配方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应该要怎么放啊 你们知道吗就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两件事情我真的很不能理计 好说完题外话之后呢 我就认真的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啊 就是因为换季嘛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天气还蛮冷的 今天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就已经没有变成温度 大概是各位数的天气了 所以真的是就要进入冬天了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点衣服 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但是过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这只是一个借口 我就是想买衣服 对 首先呢先来说两件 金主爸爸给我寄的衣服 然后金主爸爸就是那个 就我不是很念得来名字的那个 S打头那家嘛 叫Shin 是这样子吗 然后我会打在下面的 对 然后呢 希望金主爸爸不要怪我 每次都会念 对 我这次挑了一件外套和一条裤子 首先是外套嘛 外套我自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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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对 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看 然后它是一件非常oversize的那种棒球衫的外套 但是是很薄的这种 就是这种料子 你们看得出吧 就是这种 就稍微还能有一点点光泽的这种感觉 就很薄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 它就是前面它就是全黑的嘛 就是没有什么特点 那我觉得它背后很好看 它背后呢 有一块那个拼接的布的图案 对 然后就是很酷嘛 就是很大一块黑白的一个图案 然后已经很酷了 因为它非常非常大 它比我想象的要oversize很多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巧妙的 小巧思的设计 就是它的后面嘛 就是做了一根这样子的袋子 你们知道今年这种设计很流行吗 就是袖子上啊 什么哪里啊 一定要捶两根袋子下来 然后它就在背后做了一个嘛 我就觉得还蛮妙的 就是好像感觉有一点设计感 你们知道吗 但只有一件事情很尴尬 就是我有一次穿这件衣服出去 坐公车呢 就是我挤进去的时候 这根袋子这个圈 勾在了人家包上还是干嘛的 就反正我们俩牵扯了很久 整件事情就非常的尴尬 但是本身这件衣服很好看 而且它真的很适合随便皮一皮 因为它超大 你无论里面穿什么 多厚的衣服 然后多那种什么蝙蝠袖啊 什么完全没有问题 它完全可以直接就套进去 然后因为前阵子嘛 对他们其实已经寄给我一阵了 对我一直拖着 就前阵子天气没有这么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外套的厚薄嘛 就是完全正正好好 什么天气 然后你不知道如果穿什么外套的话 因为我自己日常的话 就是衣服比较偏休闲 然后偏中性一点这个样子 所以无论我里面穿什么 我就随便披就行了 如果我想不出要穿什么外套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外套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有多大 但是就是因为我没有全身镜嘛 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件衣服 我没有办法拍照片 我的全身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来 我可以告诉你们它为什么很大 你们看袖子管就知道了 我觉得我自己嘛是那种 手臂已经比较长的人了 然后这件衣服的袖子管这么长 我的手在这儿 我的手在这里 对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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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优点 因为我自己的衣服 就哪怕是上衣嘛 都是oversize比较多一点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真的还是不错 这件衣服我很喜欢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裤子 然后裤子就是你们也会看到 就是是非常多的品牌 都在做的一个款式 所有的快销品牌 我估计都做过的 是一个就是这种运动裤的样子嘛 然后它的边边上 就是会有一条白颜色的边 然后这个就是扭扣 对这个款式不是最近很多家都在做吗 它里面这一条是土黄色的 就你可以选择扣 自己选择扣几个扣 然后下面可以有一点点小开叉 就走起路来 你是会露出一截腿的那种 或者你就全部扣起来 这套裤子其实也还不错 因为它是橡皮筋的腰身 所以说其实很舒服嘛 就不会勒着啊 或者什么橡皮筋都舒服啊 对吧 拉上就行了嘛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有点太长了 当然这是我的缺点 这不是裤子的缺点 对不对 所以我需要穿一个 有点跟的鞋子 比如说我上次买的那双 Fenty的那个有跟的跑鞋嘛 其实我配这套裤子 就是正正好 然后跟可能还能露出这里 这样一点点来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长度就正好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说一说我自己买的衣服啊 就是首先是我身上这件上衣嘛 这件衣服我在Instagram放过照片 然后我朋友看到照片之后 立刻跑来问我说 这件衣服是什么牌子 就是一件Sara的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上衣嘛 然后它前面有个图案 哎呀 哦 我的椅子 就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前面是一个很酷的 就是小姑娘 很酷的妹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妹子本身的搭配也很酷炫啊 你们觉得吗 妆也很酷炫 然后它是真空的那种 然后衣服本身的颜色的话 是这种比较暗的 比较暗的酒红色有一点点 就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显肤色的 就是显得人挺白的 或者说显得气色还蛮好的 就是我穿这种颜色嘛 蛮好看的 然后像一样是很暗的颜色 比如说什么墨绿色 我穿就非常难看 但是这件衣服我自己很喜欢 而且就也是那种很大的款式 它的肩线才到这儿 就很舒服 你随便一套就好了 然后我就是会把它穿在 可能卫衣的里面 如果你室内很热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卫衣脱掉 就也不怪嘛 就里面是一个短袖这样 对 所以你们看到了吧 就是换季买衣服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借口 我就是想买衣服啊 因为我买了一件短袖好不好 然后呢是一件外套 也是在DARA买的 这件外套我收到之后呢 就没有间断过的连续穿了它 大概有两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收到的吧 对一个多礼拜 就我没有停过 我每天都在穿它 你们可以感受到 我有多喜欢它嘛 就也是DARA买 而且很便宜啊 这件衣服只要29块 只有它是一个外套 然后这个外套很简单的 其实它是这种全黑的 然后它的材质是那种太空棉 你们知道吧 就是那种很软很软的感觉 所以你穿在身上有一种 穿了个被子在身上 还不知道抱了个枕头在身上 就是有一种很软很软的海绵 穿在身上的感觉 就非常的 就贴着你皮肤 你就感觉也很舒服 然后我套上给你们看一眼 它唯一的亮点就是它的 叫什么 领子的部分嘛 然后这件衣服也是oversize 非常大 也是就是随便一套就出门 然后袖子也很长 一点这种灯笼袖的感觉 所以我走啊走啊走 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如果手一直晃一直晃 其实就是袖子就会搭到我的手下面 就是会遮住我整个手 但是我自己还蛮喜欢长袖子的衣服的 然后你们看到了啊 就是简单嘛 它唯一的亮点就是它的这个领子 然后它的这个领子是一个很大的领子嘛 就是如果你把拉链拉起来呢 就是你可以拉到很高 我穿它是因为 虽然最近很冷嘛 但是带我已经很麻烦 然后你穿这件衣服的话 连围巾都不用带 因为它的拉链是整个到头的 就是我一般出门拉到这对吧 顶天了对吧 然后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盖住我整个头 就是这样子 很像神经病对不对 然后但是如果你拉开一点 就是你不要拉这么高的话 拉开一点 就是也是一个很随意很随意的 可以随便搭的外套 这个衣服啊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个就是真的没有任何限制 而且这个这个衣服就是的材质嘛 很适合现在的天气 我估计再冷一点 冷到什么六七度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穿了 然后但是这两天的温度 就正好完全非常合适 就每天都可以随时拎起它就走 我超喜欢它 好然后讲完了外套之后呢 接下来我还在ZARA买了两件 很比较浮夸的衣服 就是ZARA今年出了很多那种 大亮片的衣服 然后我就没有忍住 就我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浮夸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看到我买的耳环 你们就知道了对吧 然后我就买了两件嘛 先给你们看一见稍微 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 看 你看 这里都是亮片 就是只不过这个是深蓝色而已 看上去没有这么跳 然后它就是袖 领子的部分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圆领 是这样子 就是小圆领 然后袖子很大 袖子是一个巨大的灯笼袖 对 然后呢 它的亮片是正反面都有的嘛 前面整个就是这样 看到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还可以 就是是日常 没有什么 是你逛个街 你也能穿出门的衣服嘛 不会特别特别挑的 因为它都是深色 像这种什么 脏橘色 深蓝色 对吧 然后这种蓝灰色 其实它整个搭在一起的感觉 还蛮日常的 对我来说 就是我觉得 我可以随时随地穿出去也OK 真的上班穿去 好像应该也不会有人说我吧 对反正 但是当然 我当下还没有穿过 因为它的袖子也是真的巨大无比 就其实整件衣服 跟别的top相比还是蛮浮夸的 我觉得对 然后 好 接下来给你们看下一件 下一件真的是啊 就是 非常的 亮 你们看 可怕 就是上面它是金的 金的混了黑的亮片 然后 傻妈 给你们看 然后呢 下面呢 它是一个倒三角嘛 然后下面是这种红的和古铜色的这种 然后它的袖子上呢 是粉红色拼金的 而且它的袖子延伸的还蛮长的 就是它一大半的袖子都是这个颜色 不过它反面是空的 它整个反面都是黑的 对 然后因为它的底色嘛 不像刚刚那件 正面的底色它也是有花纹的 也是这种比较 就还蛮 就真的很复杂的一个花纹 都是 就整个拼在一起 整件衣服感觉非常的琐碎 其实 然后呢 它袖子还蛮好看的 它袖子是这种 就是长的嘛 然后是这种松紧的 其实它就会牢牢的 估住你的手臂 大概到这 对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嘛 到这里 就是很好看 然后衣服下摆是宽松的 就是那种直直的下来的 我看模特穿的时候 它其实下身搭了一个 也很滑的裙子 然后就很意外的很好看 就是你干脆 整个人都穿得很复杂 就反而不奇怪 而且我觉得超好看 然后我就忍不住买了嘛 因为我想说 因为往圣诞节过了 你们知道吧 所以我就想 万一有个什么节日啊 有个什么活动啊 之类的 也可以穿一穿嘛 然后我就没有忍住 因为它穿在模特身上 就是超好看的 对 大概就是这么的浮夸 好 说完了很浮夸的衣服之后呢 我们来说两件 相对来说比较质朴的衣服啊 就是优衣裤 优衣裤你们懂的 都是基本款 对不对 然后我买了一件上衣嘛 也是个短袖 中袖 其实我本来是去看 那个U系列的 但是我去的有点太晚了 然后我看中的所有的款式 都没有货 或者没有买了 我那天去的时候 看到的毛衣 最小号可能都已经是L 或者是XL了 就小号完全没有了嘛 然后我就随便逛了一下 然后就买了一件上衣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是这种丝绒的 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会亮的啊 看 然后是这种蓝灰色 对 它真的是有一点蓝灰色 不是因为相机色差 我自己肉眼看 也是有一点的 然后这件衣服我很喜欢 因为它 首先它很便宜 它只要15块9 而且它有很多颜色 它还有黄的啊 黄的黑的 蓝的 就是认真的一眼的 看上去就知道是蓝的那种蓝的 对 然后选择很多 对吧 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它这件衣服的垂坠感做得很好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厚的死肿嘛 它其实这件衣服很薄的 然后所以它穿在你身上的时候 整个就是往下垂的 包括你的身体的部分 包括你袖子的部分 然后它的肩线又是垮的嘛 是从这儿开始的 其实 然后所以整个就是会顺着下来 会显得反而就是人还比较瘦 因为它其实不是那种很长的衣服 所以你可能不能 就有些姑娘 比如说我就觉得自己胯比较宽嘛 它其实遮不住你胯的 它在你的胯上面 但是因为它很直直下来 反而就是 你也不会觉得宽 或者觉得人很胖 有些人就是可能会担心 丝绒的衣服穿着会显得人比较膨嘛 我觉得这件就没有 因为我觉得它的后包正好 而且就是像我说的 它那个垂下来的感觉做得很好 然后它 而且它那个领子嘛 它不是这种圆领开到这儿 它是那种比较扁的圆形 它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你露出来的脖子和肉的部分 就是会比较多嘛 就是反而就是更加会显得你比较瘦一点 然后它就可能就从这开始 然后顺利的肩一直垂下去 然后因为这种材质 然后本来就是有一种波光灵灵的感觉 所以你就是身体腰身的部分 如果你人动起来 或者你在走路嘛 其实反而是会有一个那种 像光线的折射 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Anyway就是 就看上去反而是觉得你是有曲线的 你们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还买的蛮值得 就性价比很高的一件衣服 对 好 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是一个冬天对我来说的必备 没有它我要死的 对 就是保暖内衣 我就是一个不穿秋衣要死掉的人 对 所以就是你们不要看我会 冬天会买短袖 然后可能就是买中袖那种嘛 但是我很怕了 所以我里面可能会买一个吊带的或者是短袖的保暖的衣 我会穿在里面 因为我的衣服比较大嘛 所以其实是看不出的 所以那是我真的很怕了 然后我今年买了一个这个 优衣库不是有一个那个发热的系列吗 我大概大大小小 黑的白的 最薄的到最厚的 我大概买过五六件 每年都会买一件新的 因为它会越穿越薄 然后今年我买了一个对我来说是比较新的款式 其实去年我就看到了 但我没买 就是它是一个马甲嘛 然后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吗 它有那个 诶怎么看比较明显 这样看实际是看得出的吧 就是它有胸垫 就是 诶说到这个怕是不是有男生吗 男生就回避吧 就是它有 它有做出一个bra的部分 所以它是有一个拖住的部分嘛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我冬天嘛 穿很多很多衣服的时候就很懒 我就会有一点不想穿内衣 就还勒着你 你们知道吧 所以 但是不能不穿嘛 因为不穿 一直不穿的话 其实对自己比较不好嘛 就是形状啊什么会比较不好 然后我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 诶 这个设计很巧妙啊 就很不错啊 我就想买回来试一下 然后它其实就是 里面做了一个 我要怎么 我撩开了给你们看一眼吧 就是它 是一个马甲 然后它里面做了一个胸垫的部分 就很薄很薄 没有感觉的几乎 然后呢 胸垫的下面 就前后的部分 它都是这种橡皮筋 所以你穿的时候呢 首先绝对不会掉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 好像 拖不住东西 这个样子 就是完全不会动的 我清测啊 我已经穿过 大概四五次了 对清测 完全不会动的 然后而且我觉得 它真的比 一个认真的 就是会轻松一点 就是你 我有的时候穿穿穿 我就会 我可能到周末 到下午 我就会忘记 我里面还穿了一件 这个东西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很没有负担嘛 然后冬天本来你衣服 就是穿一件一件一件 你也穿很多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觉得 还蛮不错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它这个衣服 也是保暖的 所以我 如果很冷的天 我就是穿 就我比如说前两天 10度嘛 10度我就会穿一个马甲 然后外面再套一个 保暖那一系列的短袖 穿在一起 就两件穿在一起 超热好不好 就是我坐地铁 我热到死 就是我外套一定要脱掉 然后袖子 看不到溜这么高 就我觉得 它保暖系数也 非常好呀 其实 然后所以我自己 还蛮喜欢 它的这个设计的 就是很方便啊 就是很适合小姑娘们 就懒惰的小姑娘们 冬天穿 我没有说你们 我说我自己啊 就是懒惰的我 冬天穿 所以我 我自己很喜欢 好这些呢 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 然后我觉得 有值得跟你们分享的 点的衣服 然后想讲给你们 听一下嘛 然后我接下来 想录一个 那个耳饰的分享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 因为我的耳环 其实就是 都比较不太日常 就比较夸张 就是会比较大一点 那种的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 想不想看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大家可以在留言里 告诉我 对然后 今天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